晴朗的天气突然狂风大作 转眼间乌云布满整个天空 远处的闪电狂披着正在发誓的人类 等待云雾散去 大街上的人都在对刚才的天气好奇 低头看着被烧焦的地面 男人捡起发烫的石块 还没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 地面突然开始晃动 地底传出低沉的声响 整个马路开始军裂 很快蔓延到街边的房屋 街道上顿时浓烟四起 这时地面突然暗流涌动 随即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陷落的泥土忽然上升 一只身形巨大的生物缓缓站起 三只脚的怪物犹如三脚架成精了 吓得人们疯狂逃跑 可总有一些胆子大的人驻足观看 结果下一秒三脚架发出耀眼的激光 沾到的人瞬间化为灰烬 只留下衣服在空中飞舞 而有一个人可以从容躲过所有的攻击 他就是男主雷哥 惊魂未定的他回到家中 女儿好奇他身体上沾的都是什么 雷哥不想过多的解释 缓过神来的他赶紧收拾东西 带着儿女就要离开着 找到一辆可以开的车 听从了女儿的建议 来到母亲的住所 结果屋内却没有人 简单吃过饭准备休息一晚 结果窗外再次连续闪动 怪兽发出的声音与房间产生完美的震动 烈焰冲破了玻璃 三人赶忙躲进了地下室 直到天亮这才走出房间 结果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 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 整个小镇一片狼藉 就像被荷暴离过了一样 这时发现有两位幸存者 原来他们是电视台的记者 一直追踪着三脚架机器人 整个米国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攻击 原来他们早已藏在地下多年 这时低频的声音再次传来 只好驾驶汽车继续逃亡 一直开到晚上 前方出现逃亡的人群 这一刻能够发动的汽车 犹如人们心中的救命稻草 拼命地想要蓝亭 甚至砸碎了车窗 彼此间为了汽车大打出手 直到雷格掏出手枪 众人才恢复了理智 可当他拉起受伤的儿子时 身后有人用枪瞄准了他 这一刻为了女儿的安全 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抱起女儿躲进了咖啡屋 而一位红衣男子捡起地上的枪 人性的丑陋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雷格只能默默哭泣 抬头看到了儿女 这让他再次坚强起来 带着他们跟随着逃亡的人 向两公里外的码头走去 数千人不顾拥挤地跑向码头 争先恐后地想登上轮船 因为身后有一只体型巨大的外星人 而此刻的轮船准备起航 为了逃命人们发疯般跳进水中 这时船长发现前方水面 出现巨大的漩涡 一只百米高的外星生物出现在眼前 直接将整艘船掀翻 弱小的人类瞬间掉进了大海 水中的人们努力地游向水面 结果却被外星生物伸出的触角抓走 好在雷格水性够好 带着全家游到了岸边 回头看去 五只怪物正在被人类疯狂地收割 这时天空飘落下无数衣服的碎片 犹如一个个亡灵悲惨的哭泣 侥幸活着的人类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时人类的军队赶来 天空无数的战机飞过 这时雷格的儿子却跑向了战场 此刻一往无前的坦克 还有天空呼啸而过的飞机 让这个青春期的男孩热血沸头 他觉得这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 不顾父亲的劝阻决定要参军 看着儿子趋意坚决 缓缓放开拉住他的手臂 站起身来心情复杂地看了一眼儿子 转身回去寻找女儿 暴起女儿打算再回头看一眼 结果身后火光四起 一只外星生物袭击了这里 顾不上其他 暴起女儿赶紧逃跑 来到了一个老人的仓库中躲避 眼前的女儿让他暂时忘记了丧子之痛 哼着摇篮曲帮助女儿入睡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声响 打开窗户朝外望去 几只怪兽再次朝这里走来 此时的老人准备放手一搏 但雷哥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心中早已没有了热血 只想自己要活着才能保护好她 这时身后传来声响 一根触角没有预兆地伸了进来 打开头部的灯光 开始搜寻人类 眼看离雷哥越来越近 这是一只老鼠把他引向了别处 众人捏手捏脚地躲避他的照射 老人抓起斧子准备砍向眼前的身体 雷哥赶紧求他别冲动 一旦失手生存的几率几乎为零 老人只好绕过怪兽的身体走进雷哥 这是意料中的意外发生 怪兽回头寻找声响的源头 机智的雷哥拿起一面镜子 怪兽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上下打量了一番 没有寻找到目标转身便要离开 结果紧张的女儿脚一伸 怪物再次回头 外星蚯蚓照起了镜子 而镜子背后躲着三个地球人 巡视一圈后刚要离开 结果小孩的脚伸出弄出声响 回头绕过镜子查看 地上只剩下一只血 查看无果便缓缓移动着身体离开了 众人舒了一口气 这时女孩发现安静的水面 又泛起了波纹 接着走出几只三只腿的外星人 四处游荡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拨弄着自行车圈 看到女人画像相互传阅 这时那种低频的声音再次传来 外星生物仿佛受到了召唤一般 爬上梯子便离开了 不久之后熟睡的女儿突然坐起 原来蚯蚓生物再次返回 雷哥愤怒地抓起斧子接连皮下 硬生生地劈开虫子坚硬的外壳 这时跑出去的女儿却被外星人发现 伸出长长的触脚就把她卷走了 伤心的雷哥来到车里拿起手雷 朝着怪兽扔过去 结果却被巨大的防护赵哥挡了 接着把她也卷了起来 扔进吊在半空中的牢笼 这里挤满了被抓的人 大家除了绝望地呼喊什么也做不了 随时随地都有人被抓走 雷哥在角落发现了女儿 此时的他早已惊吓过度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 一只触手伸了出来 缠住雷哥的脚就要把她拖走 这时雷哥顺势抓起地上的手雷 打算与怪物同归于尽 危机时刻男主不能死 大家齐心合力把雷哥拽了出来 手雷也被他成功地打开 随后外星生物内部发生爆炸 紧接着连锁一般蔓延到整个身体 倒了下去 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一丝生气 剩余的人类空洞地走在街上 这时雷哥抓起外星人制造的藤蔓 发现已经枯萎 随手一捏变化为灰烬 低沉的声音再次传来 但这次雷哥发现生物身体上 沾满了乌鸦 意味着没有了防护罩 士兵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组织军队向生物发起攻击 扛起火箭炮 一发接着一发地轰向了怪物 无间不摧地他们瞬间瓦解倒了下去 人类终于获得了胜利 只是因为外星人吃坏了肚子 雷哥带着女儿找到了他的母亲 这时儿子也走了出来 原来他没有死 父子二人紧紧相拥 这是阿汤哥05年拍摄的世界之战 影片除了大场景更多的是人性的细节 人们对影片的评判褒贬不一 有人说男主过于懦弱 也有人说为了保护女儿 他是个称职的父亲